来看到处方药怎么可以乱卖呢 有民众服用了一款甘草止咳水 被验出了马飞的毒品反应 事实上呢 这款药水是处方用药 必须要由医师开立处方签才能购买 但是有人却在坊间药局可以轻易买到 我们实地走访一些药局 很多药师一听就立刻表明 这次管制药品没有在卖 但是后来记者却在其他一家药局发现有贩售 怎么回事带你来看 民众上门表明要买这一款止咳药水 药师严正的表明 这是一级管制药品没在卖 随机则往下一家 药师一听立刻搬出了这瓶药水的黑历史 民众不信邪买不到 再往下一家移动 果然有所掌握 还有既要成分的干草止咳水真的买到了 而且不用医师的处方签 比一比两瓶止咳药水 外观的瓶身大小完全相同 都是同一个药厂制造 标明的三样主要成分也一样 都是含有鸦片碱类的成分 最大的不同是干草止咳水是处方用药 而改为您可以的止咳水 就成了不用医师处方的止咳用药 它可能是成分一样 但是它含量也会不同 它的每细细的含量是低的 可能只有一或二 依据安全性 食药署把药物分为三级 由上到下分别为处方用药 止咳用药和一般的成药 止咳药水因为换了药品名 民众不但垂首可得 恐怕也为不法分子 开了提炼制毒的后门 这次我从留言发聊齐文 高尚报道